每个人他肤色的设定其实是天生基因就设定好的 所以你想要独白你就请看看你 这就是最白的程度了 大家好我是皮肤科李小玉医师 想要白皙肌肤就跟着细节控小玉医师一起来看看吧 其实身上的黑是来自于人体的黑色素 黑色素是我们人体自我防御的演化机制 为了保护我们免于紫外线的伤害 以及对细胞DNA的破坏 以免造成更进一步由于紫外线所引起的皮肤矮症 所以当我们接受到太阳紫外线的刺激之后 它会刺激我们的黑色素体 以黑色素的制造与运输 再分配到我们人体表皮去进一步保护我们的皮肤 刚刚用讲的可能有一点过生 那我们就用来图表来帮助大家理解 首先呢黑色素细胞只特别存在在我们的表皮 以及毛发上 在表皮中呢它存在在表皮层的最底层 也就是肌底层 它会利用若氨酸 透过若氨酸酶 经过一连串的氧化环源感应 慢慢形成黑色素 黑色素呢在透过漱涂 将黑色素小体慢慢的运送到周围的表皮细胞 表皮细胞在经过28天的成熟 有那些过程 慢慢得到表皮的角质层 这就是黑色素的一生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起来会黑的原因 所以想要变白 我们就要从三个机制去下水 第一个机制就是黑色素细胞制造黑色素的过程 我们可以抑制若氨酸酶的果性 比如说 查维他命C 蛆酸 雄果素等等 那再来呢就是要避免它被运送到隔壁的表皮细胞 那就可以利用比如说 腌碱细胞 再来就是要表皮适度的去角质 透过这三个机制 赶紧刷掘三管齐下 才可以让效果变得更好 每个人他肤色的设定其实是天生基因就设定好的 他会决定黑色素细胞的分布 以及黑色素 黑色素提的活性与数量 所以啊你想要躲白 你就只能看看你手臂内侧 还有大腿内侧 这就是你最后能够达到最白的程度了 现在市面上我们常用来非白除斑的雷射 主要是皮秒雷射 金服雷射 打力三大 以及红宝石雷射 皮秒雷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脉冲时间最短 是其他雷射的千分之零 所以它就是透过短波长 来提供高能量的输出 所以暖黑几率可能比较低 除斑的效率变快 而且对皮肤的热伤害也比较小 那至于金服雷射呢 同时有两种波长 1064以及532 这两个呢可以针对黑色素的深层 以及浅层去做破坏 第三个常听到就是红宝石雷射 另外就是亚历山大雷射 它们的波长都是可以抑制黑色素 它另外还可以解决刺青的问题 最后就是脉冲光 因为它是一个大波段多波段的雷射 所以它选用的能量会比较低 治疗的次数也需要比较长 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你脸上的问题 让医师做正确的诊断之后 选择适当的畸形5波长去做治疗 才能达到最佳的美白效果 数前要尽量减少去角质的情况 晒伤后也不建议雷射 再来就是雷射后啊 尽量不要安排密集的户外活动 比如说登山啊 眼蚕啊 出游啊 增加紫外线曝晒的几率 再来还有一个迷失 常常大家会想说 那我秋冬再来做好了 紫外线比较少 可能阴天也比较多 但通常大家就会在阴天的时候 就忘了擦防晒 反而增加反黑的几率 输口保养的部分呢 包括冰敷很少皮肤发红 平常呢要注意防晒 选择细数50 适时的补充防晒瘟 另外要避免熬夜 压力 不要摄取雌激素 以及退黑激素 这些都会让黑色素细胞 制造更多的黑色素 另外就是 不要去泡温泉 散温暖 会让你皮肤发红 发炎的机率更高的情况 其实黑 是我们人体保护自己的一个机制 所以就算你不出门 不晒太阳 也还是会有黑色素的生成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防晒 以及让皮肤维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 我们拥有完整的脚趾 就可以让我们皮肤看起来透亮 也就是避免变黑的不二法门哦 那 等一下 OK没问题 好 好 再来 因自我脂外线引起的 人体感症 等一下 喜欢每一支的影片吗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